好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做个祷告 听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 主啊 祢的恩典够我们所用 在我们的每一时每一刻 祢会记着不同的方法来帮助我们 可能是一首诗歌所带来的感动 可能是一段经文所带来的感动 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的家人所带给我们的提醒 主啊 我们为此向祢献上我们特别的感恩 主啊 祢常常会让我们知道 我们是一个非常有福气的人 因为我们活在祢的恩典当中 但是主啊 我们更相信 祢是那位圣额可畏的上帝 主啊 祢是拥有王权主权的神 所以我们礼当在祢面前肃静静默 我们礼当在祢面前福福跪拜 今天是主日 我们愿意带着一颗这样的心来到祢面前 一方面我们要经历祢与我们同在的恩典 另一方面我们愿意带着恭敬 在祢面前说 主啊 请说仆人们敬听 主啊 请说仆人们敬听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请 阿们 好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是创世纪第三十章第一 指二十四节 就像上次牧师所说的一样 创世纪呢 记得的是关于上帝的历史 但是创世纪呢 也记得的是关于人类的历史 所以你会发现呢 创世纪的故事呢 是非常精彩的 我不知道你们中间有没有人 今天读这段经文是第一次读的 如果你是第一次读的话 你一定会觉得这个故事很雷人 这个雷人这个词 我本来写给录音 这个灵修日记里面写上雷人 后来录音回过 雷人是什么意思 就觉得我们很不可思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所以呢 那有学者会建议一些信徒 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特别是读这些叙述文圣经的时候 你可以带着一颗 首次阅读的心态 去读创世纪里面的故事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 发觉到内心当中 故事所带出来的一些惊喜 一些粉饰 一些心意 并且只有我们与故事的人物 一同投入到这个故事的世界当中的手 你就会更能够奇妙地经历到上帝的作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真的 创世纪是一个很能够引起 人性共鸣的一本书 我们看的时候 我们可以不要 站在一个客观的一个距离 去阅读圣经 而我们要进入这个文本的世界当中的时候 你就经历到 那个与你一起说话的上帝 所以你可以看创世纪的时候 我告诉你 创世纪里面的这些伟人 在西伯来第十一章圣经当中 这个伟人 信心伟人排行榜里面 一半以上都是来自创世纪 但是我告诉你 创世纪里面刚刚拿出来的每一个一些故事的话 都是可以被登上报纸的一些很奇特的一些事情 所以创世纪里面是一本非常写实的一本书 里面我们看到了人类的一种生活最坏的一面 作者都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 有兄弟藏杀 有家庭充富 有仇恨的 强暴的 乱伦的 同性恋的 什么都可以呈现在创世纪里面 但是我想说的是 在创世纪里面 你又能够看到上帝伟大的救赎的恩典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人的故事 我们也看到救赎的故事 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更是非常丑陋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年雅各他因为救赎拉帮的缘故 拉帮的诡计 使他虽然不见得他是愿意的 但是确确实实让雅各娶了两个妻子 一个是拉姐 一个是丽亚 但是他马上就陷入了一个多期的苦恼当中 为什么呢 这两个姐妹为了争宠 引起嫉妒 对立 纷争 后来就列入了一个 刚刚圣经里面一个生殖大藏里面 所以人类的愁陋 就会发泄在雅各的家庭里面表弱无矣 这个家庭失去和谐的 失去温暖的 失去宁静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当时请你记得 这是以色列灵秀家庭 以色列现在最尊重的 祖先雅各的家庭里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圣经前面一件经文的时候 圣经会告诉我们 十二十九章的三十一节 雅各 爱 拉姐怎么样 多于爱丽亚 圣子爱到一个程度 连上帝都看不下去了 圣经怎么说呢 上帝就加以干预 你看圣经耶和华 见利亚 失从 完了就使他生育 而拉姐却怎么样 不能够生育 所以利亚生了四个儿子 在这段经文里面 分别是刘辩 西面 利未 还有犹太 后来 这个儿子 不仅仅 这几个儿子 不仅仅成为 以色列人的领袖 祖先 更是其中两位 一个是拥有 君王传统的 犹太 一个是有 祭司传统的 利未的祖先 而亚利亚 他也清楚知道 这些儿子 都是耶尔华处赐给的 所以 他给他儿子 启明的时候 都会表达 他心中的感恩之心 这个本来是挺美好的 对不对 但是后来 问题就来了 拉姐 当他看到利亚 生了这么多孩子的时候 他怎么样 就非常的嫉妒 而且在圣经里面 第三十章的 第一节里面 就看到 拉姐自己 不给雅各生孩子 完了就嫉妒 他的姐姐 完了他对雅各 怎么说的呢 他说你给我儿子 不然我就死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是不是很无理啊 拉姐 就是这么无理 所以雅各呢 听完了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 雅各就怎么样 向拉姐生气 我以前说过 在创世纪的叙述当中 很少有形容词的 很少有副词的 更是比较少 能够表达人 情绪的一个词 但是在圣经里面 雅各怎么样 就生气 圣经就出来 这个词字 就说明雅各怎么样 真的非常的神奇 也说明 这个拉姐 虽然被雅各 所疼爱 但是呢 他确确实实 非常的无理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雅各就说了一句 非常重要的话 他说 叫你不声誉的是神 我岂能代替神 我岂能代替神做主呢 是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岂能代替上帝做主呢 我们不能够代替上帝做主 你是你 你是人 人是人 神是神 我们不能够代替上帝做主 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 不能代替神做主 首先我们看圣经里面 可惜的是呢 刚刚被雅各 骂了的拉姐 他因为嫉妒 或者说他因为自己想 更想得到雅各的宠爱 后来他就用自己的方法做了 想到自己能够得孩子这个事情 他怎么做的呢 他尽量用自己的死女 这个辟拉呢 作为代母 和雅各同居生儿子 所以拉姐 他不顾婚姻的忠贞 他采取了当地的百姓 当地的恶劣的一种习俗 你知道吗 从圣经的角度而言 这是淫乱 这是犯罪 另外 从后面的故事来看的话 正是拉姐 开始这个生殖大战的 对不对 后来利亚怎么样 也效仿 所以他们就开始打仗了 所以造成的影响是非常恶劣的 也就是说 在这个故事里面 记不记得 这个场景很熟悉 对不对 拉姐是学习他的祖母 撒拉 当时撒拉没有儿子 当时上帝人偏偏说 你本身所生的 要成为你的后世 所以撒拉就开始 找手于用自己的方法 来为亚伯拉罕寻找继承人 这个时候他怎么样 他就用自己的死女 下甲与亚伯拉罕 同访生孩子 以解决自己继承人这个问题 虽然这个做法 是符合当时一些旁边人的 世俗的习俗的 但是却违背了上帝的心意 所以你知道吗 后来在圣经里面 特别是在宗教上 指这个下家所生的儿子 是按着学器所生的 所以在宗教上 自我努力的产品 永远无法和 按着灵所生的相提并论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拉姐在这里面 和撒拉一样 她要用自己的方法 她在用自己的手段 她为上帝安排出路 后来不仅仅得罪了上帝 也得罪了 也为这个家庭 带了极大的淫荒 所以你看到这个家庭 他的丑陋 就是从这里面开始的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我不知道 你会不会常常 想当然地 以为我们所做的一些事情 能够是合神心意的 好 我现在来谈第二个方面 因为这个故事是继续的 第二个方面是什么呢 不要讲好结果 等同于神的祝福 后来批拉怎么样 生了一个儿子 那批拉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呢 拉姐怎么说的 你看到圣经 拉姐怎么说 第六节 拉姐说 神生了我的冤 祂听见了我的声音 祂赐给我的一个儿子 所以我给祂起名叫怎么样 但就是生冤的意思 所以你会发现 拉姐的心态是什么呀 他竟然用自己的方法 用自己的疲力 完了跟雅各生了一个儿子 这是淫乱来的 但是当孩子生下来之后 他怎么说 他说上帝为我生冤了 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见 当拉姐当他用自己错误的方法 生了一个儿子之后 他竟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祝福 这是上帝为他怎么样 生冤的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看到 很严重的问题就是 当拉姐用自己的方法去设置 而且方法这个内容是什么 得罪神的方法 完成了他想要完成的事情之后 后来这个结果是好的 这个时候他说 这是神的心意 这是神所赐下的恩典 上帝为我生冤了 就是说 一个人当他用自己的行动 当成了上帝的行动 这是错误对不对 更大的错误是什么呢 当这个行动有了好的结果时候 他理所当然认为 这是好的 这是神的旨意 我真的听过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人放了经济方面的罪 当他放了经济方面的罪的时候 被抓进去了 后来可能透过关系后来出来了 完了之后他就说 做见证说 这是上帝对我的恩典和祝福 再细小一点 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生活当中 常常会用好的结果 等同于上帝的恩典 你这是代替上帝在做主 你在代替上帝 在做主 当我们把一个好的结果 等同于上帝祝福的时候 看到我的用词 不要将好结果等同于上帝的祝福 好的结果可能是上帝的祝福 但是不都是上帝的祝福 因为我们首先需要知道的是 好的结果不等于都是祝福 对不对 好的结果不等于都是祝福 一件事情的好结果 那从长远的角度来说 不都是好的 不等于是一个好的祝福来的 因为我们是一个有限的人 我们是活在时空当中的 而我们的上帝是超越时空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现在的解决 好像是朝着一个好的方向 但是从更长远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不好的 一个结果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 但是另外一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需要 我们如果用我们的方式 去认为这是一个好的结果的时候 我们就会常常会想到 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事情 甚至这个方法是什么 是违背上帝心意的 也就是说 当一个人 你用犯罪的手段 后来呢 去做了某一些事情 做了某一些事情 还给你怎么样 得利益了 你赚钱了 当你认为 我的得利益赚钱 是上帝恩典的时候 你就理所当然认为 我做这个事情 是合上帝心意的 这样的话 就非常的可怕 你就没有一个道德的标准 你只是把结果 当成什么 当成一个重要的 终极的一个意义 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们 这是拉结 我们所看到的 也告诉我们 不要把好结果 等同于上帝的祝福 好 第三个方面 第十二节里面 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怎么样 十四节里面 我们一起看这个十四节 十四节里面 看到的是什么呢 当有一天 割麦子的时候 吕变 就是大儿子 这个大儿子 在田野里面 寻解一个风茄子 这个风茄子 可以另外翻译 被当时的人 是认为有催情和助孕作用的 过去的人 认为这个是可以刺激生育的 这个词的希伯来文 他发音和字形 都跟自爱是很相似的 所以这个时候 拉结就对利亚说 她说 你把你儿子的风茄 给我一点吧 十五节的圣经怎么说的呢 十五节利亚就说了 她说你夺了我的丈夫 还算小事吗 现在你又夺我儿子的风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利亚这句话里面 你能看到 她的利亚 利亚是一个非常缺乏安全感的人 她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人 她是心中可能存有苦毒的人 所以当她的妹妹 要她要管风茄子的时候 她就说 你难道把我的丈夫给抢了 还不够吗 你现在还要我儿子的风茄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这个时候 利亚拉结竟然建议一个交易 这个交易是什么呢 就是用雅各来换取这个风茄 她怎么说的呢 她说 为你儿子的风茄 今夜他就是雅各可以与你同情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我说的雷人就是这里面 很雷人 很让人不可思议 而利亚当她把原不可交易的丈夫 用来交易的时候 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 对我来说更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 利亚竟然把交易所得的结果 又当成这是上帝的祝福 你看后来利亚生了一个儿子 对不对 圣经怎么说 利亚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 她说 神给了我价子 因为我把我的使女给了我的丈夫 于是给她起名叫 以撒加 以撒加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价子的意思 就是得到报酬的意思 而且当她生了第六个儿子的时候 她又说 她说神赐我后恩后赏 也就是说 利亚一方面 她觉得我用我交易的手段 来换取了报酬 所以我生了一个儿子 但是现在呢 她第六个儿子 她说 我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各位亲爱的兄姊妹 你发现 这个故事 会让我们看到 人是如此的软弱 那你看到圣经里面 圣经怎么说的呢 第十六节到了网上 雅各从帖里出来的时候 利亚就说 她说 你要我与我同情 因为我实在用我的儿子的风险 把你给怎么样 顾下来了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雅各是最可怜的男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这个故事 当她用交易的手段 晃取了她认为 所得到的儿子的时候 她又说 我是值得这么去做的 当后说 这是上帝给我的恩典 显然这个是非常非常错误的 因为从圣经的原则来说 如果属于恩典的属灵事物的话 它不是从交易而来的 神的祝福不是靠交易而获得的 更不是在斗争当中所引取的 神的恩典是昂贵的 当时是白白所赐给的 所以罗马书 圣经怎么说 对四章对四节说 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 那是该得的 恩典是什么呢 就是你白白而领受的 但是另外一个方面 如果我们认为 祝福是可以交易而获得的话 如果信徒我们也认为 我做了什么什么事情 可以讨上帝的喜欢 完了上帝再给我更多的恩典和祝福的话 我们就容易陷入一种 功利主义信仰的错误当中 而这样的一种信仰错误 只要我们透过我们的努力付出多少 那上帝相应的一定会给予我们多少 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 服事有多少 那上帝给予你祝福有多少 所以我们奉献有多少 上帝可以按照比例给你恩典有多少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容易把上帝的恩典 当成交易 当成买卖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功利化我们信仰 信徒们在服事当中 所做的服事 以及我们的奉献 虽然我相信 我们更多的奉献 和更多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都是上帝给予我们的 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但是这并不是上帝因此 才给我们更多一点的一个缘由 我再说一遍 上帝喜欢喜悦 我们在他面前的事奉 以及奉献 但是不是因为我们的奉献和事奉 所以上帝更喜悦你一点 不是 那是上帝更爱我们 所以我们离当 有更多的事奉 离当 有更多的奉献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基督教 不是公立性的信仰 这个跟我们以前过去 在中国的民间宗教 或者在现在很多人 把信仰给物化了的 不一样的 我们不是因为 我来教会里面 获得更多的祝福 或者我来教会当中 所以我们就获得更多的 人生的意义 甚至 我以前说过 甚至 得永生 也不是我们信主的目的 我再说一遍 我昨天 跟国庆在分享的时候 我们也提到这个问题 有些时候我们呢 说你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国庆有位姐妹 以前常常说的 她说我刚刚来国庆的时候 就是为了吃饭来的 这是一个目的 高尚不高尚 我们觉得不够高尚 但是人多不多 特别是在上个世纪的 中国很多的 所以这就是 陈独秀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中国信徒 吃教的人多 信教的人少 那有没有这样一 现实的目的 跟着洋人混在一起 就比较会 在地方就比较能够好 而去到教堂里面 有没有 人很多 就是以前 我也说过 在东南亚还是哪里 有一次布道会 信耶稣得永生 没有人来 后来呢 第二天 突浪之间很多人来 为什么 这个永生 这个字呢 有几个 一横一点就没了 信耶稣得水牛 所以很多人就来了 可能有吗 有人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布道会 包括我也常常讲 亲爱的兄姊妹 我们要 朋友们 你要接受耶稣 做你个人的救助 为什么呢 当你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呢 你就可以有人生的意义 你就有怎么样 有生命的喜乐 有平安 对不对 这不是会比得水牛要高一点 对不对 但是他还是功利的 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就可以得到平安 我就可以得到喜乐 所以我去信他 好 那另外一种 我们就说了 我为什么信耶稣 我们这是基督徒常常说的 信耶稣怎么样 得永生 这个应该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确确实实 我包括我们也一样 我也会常常说 信耶稣得永生 我也会常常说 信耶稣就可以得平安喜乐 我只是没有说 信耶稣可以得水牛而已 我可以常常是这么去表述的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但是问题就是 当我们真的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是否有不一样的想法 就像我昨天问那个Eric 他的女儿很小 对不对 Croi 我说你的女儿 以后长大的时候 他叫你爸爸 他为什么叫你爸爸 他为什么叫你爸爸 如果他叫你爸爸 只是为了你给他好处的话 你会难过的 Eric回答也很好 他说他叫我爸爸 因为我是他的爸爸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 我们的信仰会告诉我们 因为我信了耶稣 所以我就与上帝之间 我就有一个正常的关系 所以你知道吗 我们是信仰所带给我们的 一种关系的条件 就是我们与上帝之间 关系的和好了 上帝是创造者 我们是被造者 上帝是救赎者 我们是被救赎者 他是我们天生的父 我们是他的儿女 但是我相信 我们的天生的父 他当我们信了他之后 可以给我们永生 可以给我们平安和喜乐 不一定给我们水牛 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但是这个优先次序是不一样的 不是因为我想得到永生 当然我们开始的时候都是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什么是永生 就是上帝与我们真正同在的时候 就是我们上帝真正能够和好的时候 我们一定就会得永生 我们一定能够上天堂 所以上天堂不是我信耶稣的目的 这是我信耶稣所带出上帝给我们恩典的结果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认识的话 你就知道我们的神是神 你是你 我们人是人 你不要用你什么样的方式 或者用你的上行 或者用你什么去晃取神更多的恩典和祝福 不是 那是上帝给你更多的恩典和祝福 所以我们离当有上行 我们离当在神的面前去服侍我们的神 让我总结一下这几点的应用 弟兄姊妹们 不要代替神做主 不要用人为的方式去代替上帝的旨意 不要用你的好的结果去等同于上帝的祝福 更不要用交易手段来换取神的恩典 有一本书 它的中意翻译名叫《孤独的神》 这本书作者一帧介绍地指出 他说今天福音派的根本问题是什么呢 上帝在教会里面太没有地位了 上帝的真理显得太遥远了 恩典显得太平凡了 神胖显得太耻人了 福音太廉价了 这个基督太普通了 什么意思呢 作者要表达出 说在这一个受都市化 资本主义科技电子影响的一个 现代的世界当中 传统的价值观被颠覆了 那相对伦理多元文化 成为了这个世界性的一种显现 所以我们可以在电子的资讯里面 成为世界公民 所以呢 在公共领域当中 上帝越来越没有地位了 而且呢 慢慢地消失了 其实在美国也是如此 那在教会内部呢 好像上帝的地位也不觉得乐观 上帝好像常常被边缘化了 他说成为了一个孤独的神 我会用一句话 这是我们教会里面常常流行的 我不是说这句话不好 但是我们去仿思这句话的时候 是有一些问题的 比如说人的尽头都是什么呀 神的起头 对不对 那这句话在现实层面 给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一个防省 也能够带来一些福音的一个意义 但是问题就是呢 如果我们的神到了尽头的时候 才出现的话 那起头我们是不是就不用上帝呢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所以我们现在呢 我们所开始的时候 我们都不需要上帝了 对不对 上帝是缺席的 当我们一件一件事情 自己解决不了的时候 这个时候上帝啊 你是我的上帝 当然我知道这句话 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是引用这句话 可以告诉我们 有些是我们普遍的一种想法 有些是我们真的是 把上帝当成一个 我们可利用的上帝 我们所需要的时候 我们的神才是我们的神 记不记得你什么时候 是最迫切祷告的 我一辈子最迫切的祷告的时候 就是我的妈妈 在医院里面的时候 这是一个事实 但是理当来说是什么呢 我应该每一天都应该迫切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的上帝 祂是净土的神 阿们 我们的上帝 祂也是 起头的上帝 如果 他在这本书的 孤独的神 他的一个意思就是说 那现在的科技越来越发达 很多以前解决不了的东西 现在都能够解决得了的话 那是不是上帝的地位 越来越厚了 越来越剃位了 所以就几乎没有人求他了 对不对 现在我们都能够活到 我不知道活到一百岁 或者以后如果科技更发达 活到两百岁三百岁 那是不是我们就越来越不需要上帝呢 他说上帝就变得越来越孤独了 上个月我买了另外一本书 这个名字都是很有意思的 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他这个封面人物呢 是那个最后的网上 就达芬奇写的最后的网上 完了他耶稣中间的位置是什么 是空白的 他的第三章的一个题目里面 他说 我们有花眼巧语 但是却没有基督的基督教 这个作者他就指出 这些北美当今一些大型的教会里面 在外表看起来人数众多 但是却没有纯正的一个福音 一个真理 所拥有的是被更改了的福音 只讲祝福 只讲意志 只讲成功 他们把十字架的耶稣基督 给模糊化了 他们把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 被成功神学所稀释掉了 他说在这些脱口秀式的讲道当中 他们的基督耶稣 不过是达到他们自己理想和人生 报复的一个跳绑 他们的耶稣基督这个中宝的身份 变成了中介了 最终的目的不是耶稣基督 而是自我实现的人生理想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这就失去了上帝话语的纯正性 所以今天我想与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是 不要代替神做主 不要用人文的方式去代替神去做主 我们要相信 我们的上帝是至高至胜的神 他拥有至高的主权 我们上帝所给予的恩典不是廉价的 但是却是白白所赐给我们的 我们的上帝给予我们的祝福是最好的 但是不一定是按着我们所定义的祝福来赐给我们的 所以在许多的基督徒的观念里面 我们上帝却成了服务我们的万能工具 所以功利化的信仰会促使我们 本来是我们基督徒责任本分的祷告 上行和奉献以及在教会里面服侍 都可能就成为了晃取这个福气的一种手段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当时神是我们尽头的神 神也是我们祈祷的神 祂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每一个层面 都有作为 你生病的时候 上帝是神 当时我们需要被提醒 你病好了的时候 上帝也是神 阿们 你在寻找工作的时候 你说求上帝啊帮助我 那个时候上帝是神 但是你在工作找到了 或者你在公司里面 被提升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上帝是不是神 同样是神 不要让常规生活的常规 限制了我们去相信上帝的作为 我们不要以为神 只有在特殊的情况之下 才彰显祂的作为 基督徒也不要以为 只有在信仰的激情当中 上帝才会灵在 这就是我以前听到有人说 看到那个远自明的十字架在中国 他说中国的基督徒逼迫 哇 这么厉害 当时的信仰好热情 他就说好羡慕中国的基督徒 为什么 只有逼迫我们信仰才变得更加热情 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们同样在美国的生活里面 我们同样应该有信仰的激情 因为上帝不改变 祂是中国教会的神 祂也是我们美国在座的弟兄姊妹的神 阿们 祂是苦难当中的神 祂也是在平安稳妥时候的神 当洪水放浪的时候 耶和华作者为王 当风平浪静的时候 同样耶和华也作者为王 如果我们常常用我们现在的制度 或者常常用我们现在每一天 所知道的你的时间表 我们在美国大家都很注重时间表 如果我们只是照着这个进度去做 我们应该做的时候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不要忽略了 在这个过程里面 上帝一直在同样的 参与在工作当中 求神能够特别来怜悯我们 在每一天当中让神做神 不要用你的知识 你的理性 你的时间表 或者你的能力 智慧 你的学位 去代替神做主 那第四点 我想说的是 我们要相信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德与识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圣情的时候 拉姐你说是个有福气的人吗 她也是个有福气的人 她虽然没有儿子 对不对 但后来上帝也怜悯她 第二十二十四节里面 上帝也祝福了她 但是我告诉你 拉姐真的是一个 所有的女性都羡慕的一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她得到了一个 非常伟大的人物 雅各的爱情 而且这个爱情真的是 圣经怎么说 爱情 那个雅各看见拉姐的时候 对不对 完了之后 那个拉班说 你为我做工 完了我就把女儿嫁给你 请问圣经怎么说的 她福了多少年 七年 圣经怎么说 七年如几日 后来发现不是 后来又服侍她 怎么样 七年 你说一个人为了得到你 为别人打工 打工十四年 你说你这个人幸福吗 我告诉你 不仅仅如此 圣经会告诉我们 这个拉姐其实不那么可爱的 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 你看到自己不能够生育 她就对雅各怎么样 无理的埋怨 而且是拉姐 是她开始了这个生育大战 也是她怎么样 制造了有风险 而引起的不道德交易 而这个时候 你如果看后面的圣经的话 你就知道 拉姐在雅各好不容易逃脱了 拉班的家里面的时候 她偷了怎么样 父亲的神像 带来了麻烦 我告诉你 即使拉姐这么不可爱 但是呢 雅各却一直爱她 这一段经文还没有结束啊 后来我们就知道 拉姐怎么样 后来因为生 变雅明的时候死了 对不对 那人死了 爱情就应该结束了吧 但是我告诉你 圣经还没有结束啊 所以呢 本该是雅各 和拉姐的爱情故事 却因为拉姐的去世 雅各把这份爱 投射到他拉姐 所生的两个儿子身上 所以十二个儿子当中 他更爱的是谁啊 约瑟跟变雅明 不仅仅如此啊 如果你看到后面的话 特别是雅 那个尤大 当他祈求约瑟 约瑟那时候做宰相 他不知道的时候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我的爸爸 只有 有一个妻子 我的爸爸生了两个儿子 你会说这句话 这句很麻烦 很矛盾的 他说的那两个字 不是尤大自己 不自己包括在那里 他说 我的爸爸生了两个儿子 是谁啊 就是雅各跟约瑟 包括 变雅明跟约瑟 包括这个 雅各他自己说的 我有一个妻子 所以你知道吗 他幸不幸福啊 太幸福了 得到这么一个 伟大人的爱情 当时呢 他的不幸福是什么 他没有做母亲 我知道现在 在这个时代里面 我们没有做母亲 好像也不是 见得特别重要的事情 但是从他 竟然能够愿意 把自己的死女 给自己的丈夫 说明他怎么样 非常在意 或者又说明他怎么样 非常痛苦 你说他到底是一个 得的人还是失的人呢 好 现在我们说这个利亚 你说利亚 他能够生育 对不对 他真的是一个伟大的母亲 他生了很多的孩子 他自己为雅各 生了六个儿子 葬雅各十二个儿子的一半 加上一个女儿 后来他的死女 这个西帕又生了两个儿子 所以雅各的十二个儿子当中 有八个是属于利亚的 所以利亚真的是 雅各种植之母 但是他怎么样 却得不到爱情 特别是在最后的时候 你看创世纪第44章第27节 这个雅各 就是那个犹大 刚刚我说的 根据他爸爸的话 他说 你只能知道 我的妻子 只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是年老的雅各 对犹大说的 他说我的妻子 一群十 应该大概有十个儿子 他十个儿子 他说你知道吗 就是做爸爸的 对十个儿子说 我的妻子生了两个儿子 亲爱的证字妹 雅各 利亚也是一个可怜的人 你说 如何看他的德与识呢 好 现在我们看看这个雅各 我刚刚说了 从某个方面来说 雅各是一个最可怜的人 虽然他拥有两个妻子 两个妾 以及后来的十二个儿子 但是他的人生是卑卑长长 这是他最后是说的话 他的我的人生 又短又苦 他说自己是什么 卑卑长长的下印记 两个儿子 妻子不和谐 后来的儿子怎么样 也不同心 最爱的儿子 被自己另外的儿子给卖了 亲爱的丁子妹 而在这段经文里面 他自己又被两个妻子 当做货物给交易了 所以你会发现 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德与识 请问谁更幸福呢 我相信 我的上帝是拥有主权的主 我相信 我的上帝给每一个人 都有不同的人生安排 很多人老是抱怨自己所遭遇的 被别人更多 自己所遭遇的更不容易 为什么我不生在富豪里面 我不是富二代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了 成绩还不好 为什么我不是高富帅 或者白富美 为什么我被他帅又被他美 但是呢 我钱却没有他多 亲爱的丁子姐妹们 但是你知不知道 白富美背后他有他的心霜吗 有钱人背后他有他 多么的不容易吗 有个故事 他说有一只小猪啊 还有有一只绵羊 有一只卤牛啊 被光在同一个柵囊里面 有一天呢 这个牧人呢 就把小猪给抓去了 这个小猪就大声地哀号 他哭啊 抗拒啊 这个卤牛和这个绵羊 就讨厌他说 你为什么他常常捉我们的 我们都不会大惊小怪的 你为什么这么大脚 完了小猪说了 他说捉你们跟捉我是两回事 他捉你们是要你们身上的毛和卤汁 他捉我是要我的命啊 亲爱的丁子姐妹们 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的 每一个人所拥有的苦不一样 所拥有的好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求上帝能够特别的怜悯我们 我很喜欢就是那个立刻 没有手没有脚的那种立刻 他说的一句话 他说苦难是不能够比较的 你跟别人比更苦 你都可以比的 你只会让你觉得自己更苦 这叫什么样 自恋 所以亲爱的丁子姐妹们 上帝在这个故事里面 会让我们知道 上帝按着他的主权 给予我们的都不一样 因为上帝所创造的人 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的人生目的不一样的 我们的恩赐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却要相信 当我们靠着神的恩典 我要做出什么 成就感不是在于 别人的比较当中所昌生的 那是由我们的上帝所界定的 成就感不在于我们的能力 和才干有多大 而在于我们到底能完成 上帝给你的人生目的有多多 各位亲爱的丁子姐妹们 如果我们这么看 雅各的人生 拉姐的人生 和这个利亚的人生的话 你就更能够看到 上帝的一种作为 你会发现 雅各是如此不康 利亚拉姐是如此不康 但是他们却是 以色列的领袖 他们却是圣经里面 我们常常说的纪念的祖先 他们是十二支 他们你看到圣经的人民 这里面圣经当中的 这几个人民 都是犹太人所最尊重的祖先 是我们后来的圣经里面 常常提到的十二个支派 特别是在我们的旧约圣经里面 十二个支派是有特殊地位的人 亲爱的丁子姐妹 当我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就看到我自己 我是如此不康的人 我是那么的软弱 我们是那么的无能 甚至我们的内心当中 是如此的肮脏 但是上帝仍然爱我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面 一方面能够让我们看到 一个人对爱和关怀的一种渴求 另一方面也让我们能够看到 如果我们防其道 而不遵循上帝的律法的话 你会付出极大的代价 但是在另一方面 我盼望你能够在创世纪 这么多的故事当中 你能够看到上帝所葬行的荣耀 即使是最朗末的人 最没有指望的人 上帝仍然赐下恩典 在这么个丑陋的故事当中 却让我们知道 上帝所葬行的恩典的伟大 我最后再说 亲爱的丁子妹 你只不过是一个人 神是神 不要代替上帝做主 不要以自以为想当朗的 你所拥有的财富 你的经验 你的理性 做一些决定 这就是上帝的旨意 不要代替上帝做主 不要把你认为 现在所拥有的美好的结果 就等同于上帝的祝福 而是我们需要在不断的祷告中 去寻求上帝没有写明的旨意 让我们透过我们的查经 我们的读经 我们的听道 去寻求上帝公开性的旨意 亲爱的丁子妹们 不在乎你结果如何 只在乎你到底 有没有去遵行神的旨意 今天的信息是 人是人 神是神 我们是软弱无能的人 不要代替上帝做主 把主权交给神 把你人生的主权交给神 让上帝成为你的上帝 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 我们要感谢你 我们非常感恩你 创造了宇宙 你赐下恩典 我们也非常感恩 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不断地引导我们 不断地给我们恩典 不断地让我们经历 你实在 你的实在 所以恳切求你能够祝福我们 主啊也让我们真的 真的对我们的上帝 多一封尊重 祝福在主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我们对我们的神 多一封尊重 主啊 让我们把自己所拥有的 交在上帝你的手中 求上帝 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主 当我们说主啊 主啊的时候 当我们每一个人 在祷告的时候 说主啊 主啊的时候 我们的意思就是 上帝啊 求你在我们的生命 生活当中做主 谢谢你 祝福一下的时间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